今天的《戚载乐坛》继续有重生系列的组员 男团新男团 为他改名就是重生 昨天有讨论MV 有讨论MV是全演绎歌词 还是有另一个面向 甚至有导演自己想说 或是阿星也不介意 说出自己的童年 我很有兴趣知道在填词人角度是如何看MV 还有另一个讨论 不少歌手都坚持我派歌是要同日出MV 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只是听歌 他们是看歌 他们第一次接收那首歌不是耳朵 而是眼睛 是耳朵和眼睛一齐 变成一个电影 你也有一些想法 其实我是老派的人 所以我会觉得是听歌先 然后隔一个星期或几天才出MV 会好些 因为我是喜欢文字的人 所以我有时候看小说是没有插图最好 因为我自己去picture里面发生什么事 虽然你也是画画的 是的 我觉得是这样 但现在不是这样看的 其实不是一个问题 现在的形式正在转 也没有说对和不对 没有说对和不对 我会偏向… 听歌先 听歌先 感受真的音乐先 因为纯粹听歌直接入你心 不要先经过脑子 因为现在社会很多人 当我们MIRROR 出很多歌 其实都会和MV一起出 他们是画面和声音同步进行 但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很有意思的 很有内容的歌曲 我觉得是可以歌曲出在线 被人消化完之后再用画面 去讲导演想讲的故事 本身自己看着一些文字幕 听着一些歌声 有一个想象的构图 之后再看导演 原来你的构图 你的世界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更有趣 所以我一直… 花姐问我 她都很担心 如果MV和一首歌不是同步出的时候 会不会影响一首歌 我就放心 不用怕 其实今次就做了一个实验 派了歌曲 大约是过几两个星期 才出MV 狂人也是这样的 狂人也迟了一个星期 我就是想说 譬如你收到feedback 和网上的朋友 立即就会去讨论 未有画面 有没有最深刻的comment 有 有一个我都挺 很惊喜他们看到 有一个说 从风铃的一句歌词是 梦破醒也是梦 去到现在人类群星 是变成 借借你陪着破梦 她说这是一个进程 一个灵魂 即是一个soul journey 最后终于是走出轮回 或者是循环 而真的破了局 我都打过冷阵 你们看到的 被人吃穿了 我自己的文章还没出 挺好 他们单凭文字 已经看到整个六首歌的脈絡 他们追得很贴 其实你第一首歌的时候 你一来已经是怀抱了怨恨 现在看回头 你就是拿着恨 然后变成宿命 然后要解决 要释怀 然后才可以拥抱自己 是的 但你讲了水型 是的 第一首歌 那个怨恨应该是第一稿被人禁止了 这是第二稿 哈哈哈哈 我们就是说冥冥中的主宰 现在扣得回第一稿是什么 现在公开了 第一稿的歌名叫做 因为我又没有看《造星》 我今年才追回《造星》 那时候就上网打扭影庭的名字 然后只有两部片 陀菲伦和PSR 我看看四眼仔 那我写什么给你 卡尔就说你发挥吧 其实原来阿Jer也有些想法 但那时候我未知 就写了第一稿 然后他们才 而且信用中的商品 因为他未进一团公司 我提到阿Jer想写 《水型密宇》 那些戏的异象 然后我就写了 然后不早就浪述 又怀抱怨恨已 但很快 那时候阿Jer 可能有心思 但又害怕 这是新人 所以看完一份歌時死了 跟我想起兩件事,他問我不如直接跟小花說 我不要,讓我說 其實他參與度很高,他開始整件事 他寫過一些狂人,他給了很多照片 寫到MV,他都想了,做了他的事 亦走到這一步,人類群星閃耀時,去音樂製作 既然頻率這麼升,最後一手了 是否真的所有功力和提煉放下去 是否在設計編曲時,已經有野心? 或者想回合整件事的做法? 其實我由狂人開始,已經設定了遊戲規則給自己 在編曲上說,我有Orchestra,我有Orchestra元素 當然,用之前某些Riff的元素,一直都在玩 去到人類群星閃耀時,我就想,我要轉一轉玩法 沙織器就好像將元素放得很覺眼 我今次就,不如暗一點,低調一點 最後一次過推出來了 之後那些簽字文就會解釋 因為我聽過Demo的時候,我聽到尾 因為本來我還說,這個歌其實我想做一個很長的尾 但是做下去之後,我覺得我又不需要勉強去延長 因為本來你的歌不短 加上唱完之後,對我的感覺是去到那裡,要完結了 夠了,對我來說,去到那個ultro的位置 就是那些主角,出回來的 那幾個,出回來後就完結了 你不要出回來之後再跳一隻舞才完結 那天有多餘的,出了一部完結 那大家就,我覺得會圓滿一點 所以整件事,我編曲的角度是好像,真的好像拍戲 當然我用一個觀眾的角度去看 如果我要看一些series,譬如我有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 我會想看到一些什麼呢? 其實不要想到好像,很藝術 我好像小時候看日本的特色片 那些超人 那些我小時候很想,有沒有一集可以那些超人 一、二、三、四、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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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出來的 而看了MV,亦都在將這個感覺昇華 那個阿升呢 他竟然... 我真的不知道花姐給他多少錢 大者作 你真的拍攝整個演唱會 由搭台、燈光、粉絲 那個澎湃就是剛才卡叔叔拉開網 嘩!這麼多人在外面 因為應該拋入三集的故事 第一集是他的角色出現 第二集學會說對不起然後扭轉宿命 第一集大家如果記得《狂人》 其實他本身是個underground的歌手 其實他本身也想做一個rockstar的人 所以第三集我想說笑黑 第二集寫到他扭轉宿命之後 我就想他終於成為他想成為的人 所以我很想有一個很大的舞台 一直以來我很早期在群組裡想說 我想有一個outdoor stage演唱會 是給Jerk 然後這個Jerk的造型和狀態都和第一集很不一樣 因為第三集我想他終於成為 因為他願意去說對不起 所以他扭轉了某些事情 宿命上某些事情 而他終於成為想成為的人 他用力用這個身份和全世界講去做到 和他自己講和全世界講和媽媽講 所以這集除了在音樂上的大原本之外 其實MV上也會出現三集的角色和任何人 小黑和黃雙進和我們的art team都在MV裡面出現 本身阿星給MV的reference是 是《Bohemia Rhapsody》的演唱會的舞台很清楚 拍了一部電影出來 然後我想起 其實和我狂人想做的和音 其實都是參考至他們 所以這些就是有很多連結 MV可能是每行一火星星 每行一火星星 我想說這兩個MV故事 未必是一個很好的結局 但在我這一集我想說 在我們各自的平行時空裏 我們仍然在努力生存 可能有些人在MV裡面很不愛惜身體 很斟自己身體 這集可能會看到他學會 如何重新學習愛自己身體 了解自己身體 可能有另一個角色是他 都不知道什麼是肉和練 可能他突然間 生小朋友 當他看著自己一個 小小星沙之氣 第二個角色的媽媽 他成為了媽媽 他看著自己的兒子 不禁流了一滴眼淚 兒子問他做什麼事 可能是很簡單的一個sense 然後可能是 會不會覺得完呢 可能是一個 當初第一集的opening 自殺的伯伯 他寫大悲咒 即是Jer的前身 可能在他的平行時空裏 寫完一幅大悲咒 他只不過掛起了 看著他微小 我想說他每一個角色 其實他們在他的空間 都有可能不同的結局 扭轉了不同的東西 然後大家都很努力生存 但MV的最後 現在同時間 這個演唱會的最後 就是講回媽媽 可能講過得的 這個結局 MV出了街的時候 我就講 媽媽其實是在他唱的過程 在醫院裡 好像看到他 是一種釋懷 媽媽在他唱的演唱會 會同步 離開了世界 但他最後就說 Thank you 在演台上說 Thank you, I love you 這句話跟媽媽說 跟自己說 跟全世界說 然後台上 最後就是MV 有screen上面的訊息 到時大家可以看 所以你聽到阿星說 其實就是一個 超級大預算的製作 在拍攝之前 重新系列 有很多角色 會在今次的MV出現 然後他還要幫我 做了一個演唱會的舞台 我還要留意一部份很重要 就是怎樣把人類群星 這個主題再出一些 我們今次是聯繫了一個 香港頂級 interactive artist 去做一件事 就是去做XR技術 就怎樣把現實和不現實的世界 的條線抹去 所以當阿Jer唱到某一個位置的時候 同時間 好像有幾百個星球 而這個星球不轉 就是一種技術 對上一個 用這個技術的是 Codeplay和BTS的Universe 是的 這個技術在香港是設立的 但沒有人用在音樂影片上 而今次我就嘗試 看得很漂亮 不如試試聯繫他們 他們都覺得 我們的藝人和歌曲的命令很升 所以他們一起合作 我們拍這個訪問的時候 是未看到這條片的 但我現在只聽他說 我真的覺得 很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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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周圍阿Jer 他們對你這麼偏心 還有這麼愛你 我很受衝藥經驗 看到他們 其實我 因為我很開心找到他們合作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 都是我自己 一直以來 未做歌手之前 已經很想 我會聽他們的作品 看他們的歌 所以很想跟他們合作 終於有這一刻 大家就好像 今次的《重新三部曲》 就好像將不同方面的藝人 集起來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 屬於我們很獨特的藝品 所以我自己是很開心 他們大家都有文字 音樂 和影像 其實大家都有自己 發揮創作的空間 而且我看到 亦都是因為這個項目 在網路上 真的湧現多了很多 大家會去轉 轉入你們這首歌的分析 評論 甚至你看到他們的喜愛 所以他們很用心地 去抽絲剝簡 去理解你們這首歌 這個是很可喜的 我們香港的岸位是很高質的 Fahrenheit eni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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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